近期人工智慧AI逐漸的普及 对于职场的影响跟冲击 劳资双方又有什么看法呢 以及未来十年又有哪些工作 可能会因为AI的崛起消失呢 根据人类银行的业者调查 对于三大类的工作冲击最大 接着就要带您来分析了 球资网调查的结果显示 有超过五成五的劳工 在工作当中会考虑使用AI程式 来协助处理公务 那有四成的企业 其实也是支持员工来这样子做的 那影响的层面来看到 就是约有四成的公司 考虑要以自动化人工智慧的方式 来进行生产或是提供服务 这样子连带的影响劳工 就担心自己会被机器人 或者是自动化等等AI的系统给取代 预估十年后因为AI系统等影响 企业平均认为目前工作机会 大约是消失27% 消失几率较高的前五名 就要带您来看了 包含像是第一名是售票员 拿下42.4% 第二名是产线作业员及客服人员 不过当然也有一些是工作消失 几率比较低的 包含像是医师 护士 律师 厨师 以及游览车司机等等 以上的讯息提供给你参考